就是视频中这个身材瘦小笑容甜美的女孩 靠刮栗子成为了百万网红 她凭借一把绝情灰刀铲就能六天震到四万元 她不仅能用栗子粉刮出栩栩如生的高山流水 也能用栗子刮出羽毛根根分明的孔雀 她是刮栗子界最会画画的 也是画画界最会刮栗子的 这里是网红故事圈 今天圈姐跟大家聊聊壁画师佳佳 前段时间一个刮栗子的九五后女孩 登上了热搜 事后佳佳回应自己是一名壁画师 什么是壁画师 壁画师就是为房屋装修提供美化的服务 但佳佳与其他的壁画师不太一样 佳佳是在水泥墙上用浮雕艺术颜料绘画 再涂上颜色 从前的壁画师是在平面上绘画 而佳佳的浮雕绘画更加生动立体 虽然是画画 但她也算踏俗装修界了 有网友在评论区调感 一个连墙都刮不平的粒子弓 而佳佳则霸气回复 墙刮平了是技术 刮不平是艺术 而宋冠佳佳所有作品 她却是担得起艺术二字 像这幅高山流水画 风上云雾缭绕 山径蜿蜒曲折 一条瀑布从天上倾泻而下 连瀑布声都若语若现 红栏蝶翠间有三两间草屋 一条蜿蜒时间升向房屋处 整个画面恍若人间仙境 让人感觉生在其中 鲸鱼戏年中的鲸鱼 似要从画室中跳跃而出 而孔雀更是栩栩如生 每根羽毛都清晰可见 这些画 佳佳一般都要几天才能完成 不过每副作品 酬劳都可高达四万元 看到这里 评论区有人坐不住了 凭什么你六天赚我五个月的工资 佳佳回应 其实做壁画师平时非常辛苦 他每天都要爬上高六米的脚手架做画 全身上下 每天都沾满了颜料 就连手机壳都沾满了粒子粉 他经常和装修工人一起坐在地上吃饭 或者点外卖油漆桶就是饭中 五岁就在杂乱的工地上 而全国出差的车票更是数不胜数 偶尔也有蓝缠的雇主结不到尾款 但这些困难 丝毫不影响 他做壁画师的成就感 佳佳说 自己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因为佳丽琼 从大学 他就开始做各种兼职 他做过平面模特 给化妆师练过手 他做过英语打字员 还穿过玩偶 派过传单 佳佳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大而那年 他接触到了壁画 第一次结果 他就差点从架子上踩空摔下去 听到这里 有网友留言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偏偏要靠实力来证明自己 现在佳佳不仅开始了壁画师培训班 他的预约订单更失排到了今年八九月份 佳佳说 苦点累点没关系 女孩子一定要努力 才能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 然而有网友质疑 佳佳是团队包装出来的人设 也有人说 无论怎么样 佳佳的画画确实真才实料 你认为佳佳有团队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网红故事圈 关注我 你想要了解的红人故事都在这里 好 我感觉你不是想要了解的红人故事 我感觉三点 你 analysis 你来哦 是一个小小小小小的 我感觉你去时间 能够消滅 能够的 你 马上